前山传来信报,需要执任大人您立即返回,岳长老日次身亡了。 公子宇继任执任之位后,所有人都认为公子宇得不配位。 但只有岳长老慧眼石珠,他知道公子宇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执任。 可惜岳长老还没有等到亲手为公子宇披上执任袍那一天,他就成为了宫门中第三位被刺杀的对象。 不过公子宇或许永远想不到,从岳长老被刺杀到与公上脚打赌,全部都是岳公子的算计,而岳公子谋害岳长老则是云维山最狠的算计。 云维山故意暴露身份的阴谋。 云维山进入宫门有两个目的,一是完成无风的任务,成为职任夫人,以此获得自由之身,二是为了调查云雀的真正死因,替云雀报仇。 因此,云维山进入宫门以后,既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,又倾尽全部力量暴露刺客的身份。 云维山说过,在遇到暴露身份的危机之前,主动暴露一些并非致命的信息,借以隐藏真正的计划和身份。 当年云雀也如云维山一样潜入宫门,可离奇的是,云雀居然从宫门中逃了出来,并死在了无风。 其实云雀的死只有两种可能,一个是云雀刺客的身份暴露了,所以宫门的人对云雀痛下杀手,另一个是同在宫门的刺客为了达成某种目的,所以才会伤害云雀。 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,云维山都要调查出当年的真相,并为云雀报仇血恨。 所以,云维山在宫门站稳脚跟后,一直悄悄地在暴露自己的身份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,当云维山正式成为公子羽的新娘后,云维山的就开始戴着一条雀鸟形状的项链。 最重要的是,云维山一直把这条项链录在外面,就算穿着高领的衣服,云维山也会把项链拿出来。 因为这条项链原本的主人就是云雀,后来云雀遇难后,云维山就留下了这条项链作为纪念。 而云维山现在录出这条项链就是为了引蛇出洞。 当年云雀潜入宫门也带了这条项链,所以杀害云雀之人一定能认出这条项链。 可当年的幕后凶手很明显是认出了云雀刺客的身份,所以才会对云雀下狠手。 而如今,云维山带着云雀曾经的项链在宫门里招摇壮士。 云维山此举就是为了告诉那个人自己和云雀的关系匪浅,而那个人一定会有所动作。 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,云维山用项链做鱼饵,而鱼自然也上钩了,月公子就是云维山要钓的那条大鱼。 月公子杀害月长老的算计。 关于月长老被杀害,宫门的人做出了这样的总结,今夜议事厅的守卫,是月长老自己吩咐撤掉的。 直到议事厅传来浓浓的血腥味,侍卫们才发现月长老被杀害。 而且月长老把自己的贴身的黄裕侍卫也留在了侍卫营。 月长老如此神神匿匿的单独赴约,倒是要会见什么了不得的人。 月长老孤身赴约,足以证明月长老要见的人是他很熟悉,而且又信任的人,但这个人绝对不是吴明。 月长老被杀害后,凶手在屏风上留下了几行血字,侍者吴明,大任吴峰。 吴明早在二十年前就和吴峰断了联系,并且在宫门潜藏了二十多年,这说明吴明不想再过刀尖舔血的生活了,他只是想在宫门隐姓来名地活下去。 而之前吴明将领牌嫁祸在甲管事身上,也足以证明他想和吴峰断绝来往。 因此,吴明绝对不会在这种时候主动挑衅宫门中的人。 并且吴明杀害月长老对他并没有任何好处,既会暴露自己的身份,还会让吴峰的人在宫门行事更加艰难。 因此,吴明绝对不是真正的凶手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,月长老被杀害,最大的受益者是谁? 从表面上看,最大的受益者是公上角。 公文中都知道,公子宇虽然不学无术,但却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人。 因此,公子宇得到月长老的死讯后,他一定会中断试炼。 一旦公子宇中断试炼,就代表着他放弃了职任之位,而公上角就理所应当地坐上职任的位置了。 可公上角只有表面上的得益者,真正的得益者却是月公子。 月长老先事后,月公子就会成为下一任长老,同时掌管前山和后山的事物。 最重要的是,杀害月长老的幕后黑手是月长老的熟人,所以公门中的人会互相猜忌。 尤其公上角是表面上的受益人,自然会被公子宇怀疑。 因此,公门会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,而三位长老作为公门中拥有最高权利的画室人,自然要出面主持公道。 所以,公子于表面上是公门的职任,可公门的权利实则是落在三位长老的手里,因此月公子才是月长老被杀害的最大受益人。 而且罪魁祸首将杀害月长老的事情嫁祸于无风的吴明。 可吴明并不是任意捏造的一个名字,而是却有奇人。 因此,幕后黑手显然也知道吴明这个人,这一个细节足以说明杀害月长老的凶手就是月公子。 吴明在二十多年前就潜入了无风,所以能知道吴明身份的这个人年纪必然很大了。 而月公子曾对公子商说过,我可能比你哥哥年纪要大多了。 因此,月公子的年纪必定不小了,他才是最有机会知道吴明存在的这个人。 至于为何月公子知道吴明的存在,却从未向前任职任提起过,这就是吴明对月公子的算计了。 而月公子之所以会杀害和蔼可亲的月长老,不顾一切地坐上长老之位,这一切都是云维山对他最狠的算计。 云维山对月公子的算计。 前文说过,云维山故意露出项链暴露自己的身份,用项链吸引当年认识云雀的人,以此查清当年的真相。 显而易见的是,月公子和云雀的关系匪浅,这并非是天方夜谭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。 月长老遇害当晚,月公子神情悲伤地拿出一个镯子,嘴里还念念有词,身有云雀,清风意。 心若排石,埋身林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身边有云雀在,就如同在清风中展开双翼自由自在的翱翔。 可如今我的心却如一块稳定而坚固的石头,永远地埋在深山老林中。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,月公子手上拿的镯子,其实也是云雀的所有物。 在云维山回忆云雀唱歌哄自己睡觉的时候,云雀的手上就戴着这个镯子。 从这个镯子和月公子念得十足以说明,月公子对云雀情根深重。 当年云雀也曾潜入宫门,所以才会有机会和月公子相识相知。 每个进入宫门的刺客都必须喝下专属毒药半月之营,这种药每隔半个月都要服用一次解药。 以云为山和上官浅的能力都尚且过得如此艰难,更别提年记上小云雀了。 因此,当年云雀极有可能毒发后,被月公子救下。 经过月公子的细心照亮,云雀才得以过得好受一点。 而经过这一遭,云雀也对月公子产生了极度的信任,所以才会将无名的事情合盘托出。 此时的月公子也喜欢上了单纯可爱的云雀,如果他向当时的职人说出无名的事情,那么云雀一定难逃一死。 因此,月公子才会把无名的事情压在心底。 为何除了云雀,那么多无风的刺客去到宫门后,都有去无回呢? 所有潜入宫门的人都有去无回,没有音讯,也找不到尸骨,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,除了云雀。 云雀之所以可以逃出生天,极有可能是月公子帮助云雀逃出宫门。 为了慰藉相思之情,云雀留下了一只手镯给月公子做信物。 后来在逃出的过程中,云雀不知道被何人重伤了,因此才丢掉了性命,所以月公子才会拿着镯子赌物私人。 正当月公子准备就这样过完余生后,却发现云维山戴着云雀的项链。 可月公子作为后山之人,是不能轻易和前山之人接触的。 更何况,云维山还是公子与魏过门的新娘,月公子就更加不方便去找云维山了。 为了接近云维山,也为了拥有更大的权力,好为云雀报仇,月公子假扮无名杀害了月长老。 而月公子作为月长老的后人,月长老自然对他毫无防备,月公子才有机会悄无声息地谋害月长老。 月长老遇害,看似和云维山毫无关系,实则和云维山偷不了干系。 其实,当云维山得到月长老遇害的消息后,他也已经猜到了真正的幕后黑手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 可惜的是,最疼爱公子与的月长老却不能死而复生了。 当公子与坐上职任之位的时候,所有人都在背后说公子与的坏话,只有月长老始终相信公子与会是一个好职任。 当公子与独自去床三玉试炼的时候,公上角和公园纸都在看公子与笑话,也只有月长老像一个长辈一样送公子与到达第一关。 最希望看到公子与坐上职任之位的月长老,却永远也不能亲手为公子与披上职任袍了,这将成为公子与一生的遗憾。